高雄凤山有民众把车停在路边 竟然被住户留字条 说非本栋住户请勿停车 甚至还要车主自重 让人看了相当傻眼 车停路边竟然被人留字条 开墙自重 民众傻眼气得上网发文 原来停车的地方在高雄凤山 瑞胜瑞春街 明明是公家土地 却被一旁住户留字条开墙 非本栋住户请勿停车 还说不是他家门口请自重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 因为说真的我到底该自重 毕竟那是公家的 我觉得大家是互相 不要那么自私 地又不是你的 网友看了直呼夸张 认为干脆申请画红线 大家都别停 甚至酸说 这不是买一楼送马路 而是住大楼送方圆百里路边 我觉得被贴这样子 不是很合理 只要不违规 马路也不是说你这栋大楼 就是这栋大楼的 除非它真的影响人家的出入 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是公家的土地 所以说大家都有使用的权利 事实上这一带对面是学校 有花设停车阁 但住户还是会用花盆或交通锥 在住家附近自行站位 应该有六七户 注意下来 就是他们也不一定有车 就想要站位置 也没有说挡到他们家的门口 公家土地却用个人物品 私自占用 难怪让人大叹 人心自私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